西爵G7判罚结果,官方裁判是这样解释的,在昨天西爵抢7大战中,101-92,勇士以4比3淘汰了火箭,再次挺进总决赛,对于火箭来讲无疑是遗憾的,保罗的缺席,他们在3比2领先的情况下,被勇士连班两局直接淘汰出局,两场比赛火箭只打好了半场,半场领先十多分, 但下半场还是被勇士的勇三封,一波流带走了比赛,连续两场火箭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死法,他们在第三节愣是抵不住勇士的疯狂反扑,勇三封虽可怕,但可怕的是,你不能不得分回应,来看看G6,G7两队第三节比分吧,比33,33-15,两场比赛勇士在这一节里,单节竞胜对手17分,18分, 直接完成了从落后到板超这么一个过程,而且只花了一节的时间,这对于火箭来讲是很上士气的,在比赛结束后火箭球员戈登表示,如果克里斯保罗能上场,他们会晋级总决赛,确实,没有保罗恰恰体现出了他的重要性,保罗的缺席也印证系列赛的最终走向, 当然提到球员缺席,其实勇士这边也有球员缺席,那就是死亡无小的一员,伊格达拉,在G3中受伤,缺席了四场,所以,赛后科尔直接回应了戈登的言论,如果埃德安德烈伊格达拉能打,系列赛五场就结束了,有一说一,其实戈登和科尔说的都挺对的, 但伤病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嘛,这个谁也不,能预料,再一个便是G7中裁判的判罚问题了,有很多球员球迷都认为裁判的判罚,对火箭是不利的,靠辛斯在比赛期间曾在推特发文道,裁判开始发力了,林书豪,勇士是更好的球队,但裁判真的在帮他们所以,这也就引起了很多球迷朋友的争议对此, 今天NBA裁判官方推特回应,昨日一争议判罚,照片来自第三节,也就是勇士在这一节暴走,途中哈登试图去干扰库里的投篮,但是身前被贝尔给挡住了,贝尔疑似有移动掩护,但媒体解释道,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罚,表示哈登是拉拽而身体失衡,试图制造一个进攻犯规,当然,本场比赛的判罚还有很多, 官方也没有再一一解释,对此你又是怎样看的呢,最后,说句比较客观也很重肯的话,保罗的缺席,火箭已经打得非常出色了,值得尊敬,而勇士赢球,是赢在了实力上,既然都过去了,着眼未来,希望火箭今下搞搞,明年再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